团团生病消息正经各界最新病况曝光 大口咬着竹笋吃得津津有味 在保育员细心的照料下 活动力似乎已经恢复以往 而检验结果也出炉 团团8月时被发现有嗜睡食欲不振等情况 团队针对监视影像追踪 8月23号出现癫痫三分钟 9月18号让团团接受脑部MRI 磁症造影精密检查 抽取脑集随意 目前排除脑血管病变感染造成癫痫 而团团已经开始不用抗癫痫药物 幸好并未出现副作用 不由于她已步入中老年 有专家担心她的寿命 最多只剩半年到一年 不管是在于坏食性脑炎 或者是肿瘤 这个部分有暗影的存在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很肯定地告诉你说 可以再活多久 台北市长柯文哲被问到 有没有可能请大陆专家 来台方团团治疗 他说不太可能 视讯很发达 看病不是大问题 但也不忘说总不能要求 长命百岁 不只是卧龙 还有其他地方的猫雄专家的联系 都非常的顺畅 并没有出现刚刚讲的立即的需求 目前团团不要还没满两周 直到下周二观察期结束 若没有大碍 有机会回到展间和大家见面 后续也将持续追踪严正以待 记者综合报道 如果有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温望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ode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 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 邀请大家多多支持 谢谢 请大家多多支持 感谢观看